嗨,大家好,我是Aless 歡迎收看我的頻道 今天要來跟大家聊聊 要怎麼從桃園機場 搭捷運 到台北車站 到台北市區 這個是很多 國外網友 的一些問題 那我今天一併跟大家來先討論一下 那歡迎大家 那如果大家是從 從 國外入境 入境就是回國的意思 就進入到我們台灣的時候 我們有很多個選擇 第一個是上次第一次介紹就是開車 對,我們自己開車到 從機場到市區 或是從市區到機場 第一個方式搭開車 第二個方式搭客運 那下一集專題我可能會介紹搭客運的方式 那第三種方式就是搭機場捷運 搭機場捷運 是對很多觀光客來說是最方便的 而且又是最便宜的方式 好,讓大家看一下圖面部分 圖面我們有分兩個顏色 一個是普通車 一個是直達車 普通車的話是每一站 它都會停考 因為我們 我們不只一個線 我們是每個線 我們機場是分很多 就是很多個停考站 那進入到我們台北市區的話 建議還是直達線會比較舒適 就是右邊那個紫色的部分 而是直達車 好,那我們一個一個看 大家看一下這是Google Map的地圖 這是紫色部分的部分的話是機場捷運 是從台北機場到台北市區 然後測程大概40分鐘 不管你是打機場捷運 或是自己開車客運 一般保守護具都要40分鐘 這邊是台灣桃英國際機場 然後我們從大捷運 一路搭下去 它第一個停考站就是領口 再來是進入到我們市區內 那我們市區 從機場景運下車之後 下車之後 進入台北車站 然後我們在 徒步都要走到台北車站 來搭建運 就可以到我們的台北市區內 好,我們下一張圖 大家看一下 左邊那個列車叫直達車 它這邊有貼標籤 在寫直達車 就是進入市區的時候 記得喔 記得要坐直達車 這樣會比較快 快蠻多的 不用沒暫停 而且直達車有一個好處是 它的椅子啊 它的椅子比較舒服 它是靠背的椅子 看到沒 然後這是普通車的椅子 那個藍色的椅子 藍色標籤 它是普通車 差別在這邊 而且 是大車 它的冷氣空調比較舒服 普通車 它有時候 它是針對 桃園到台北之間的一些 通勤組 上班族 學生 它每張都停 而且它空氣 它 我是有搭過 它是覺得 還是直達車比較舒服 大家建議一下 那至於 地圖部分的話 給大家看一下 馬來西亞 或是香港朋友 或其他日本 海外地區朋友 如果要來台灣玩 大家看一下 目前第三行下 大家看一下圖面部分 A14 就是第三行下 目前還在改 還沒開放 那 如果 從歐洲先進來的話 一般都在第二行下 然後 從 東南亞進來的話 都在第一行下 或是 一般我們都會入到第一行下 A13 A12 進入的話 請記得當自設自大車 那我們有分 它會停靠幾個站 自大車會直接進到 A8的長庚醫院 再來是A3的新莊 參院區 再來是台北車站 那我們可以 從A1部分 搭我們的捷運 那 香港 香港或是 馬來西亞部分的話 都叫地鐵 就到台北的地鐵 就直接進到市區囉 這是最快最省事的方法 那 消檔案給大家看一下 機場的消檔案 紫色部分 機場捷運都有預版行李 預版等級 要在台北手上掛件 可是還是建議 行李還是自己 拿手上比較方便 畢竟還是自己東西 因為要回國了 這東西行李 還是跟在身邊 會比較重要 就是機場捷運的票價 給大家看一下 一般單程票都是 84塊起跳 那桃園機場到台北市區 要160塊台幣 票價部分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直達車的車廂 就是直達車的車廂 就是直達車的行李 還有直達車的那個位置 都是雙排雙排 其實很舒服 這個圖表是介紹直達車和普通車的區別 所以大家記得要搭紫色的部分 看上面的紫色的圖面 看上面的紫色的圖面 然後喜歡我的影片的話請幫我按個讚 也同時幫我按個訂閱 如果以後有什麼最新消息的話 會放在網上跟大家說一下喔 那今天影片到這邊結束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喔 如果有一些搭乘上的一些問題啊 歡迎在下面留言 我會一一回答大家 要怎麼樣搭捷運 要怎麼進入市區 要怎麼來台灣玩 我滿樂意為大家解答的 那就先這樣喔 OK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喔 掰掰